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265集 纳兰宇越看越紧张 整个人神经都崩得紧紧的 似乎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 他的神情显得说不出的绝望 终于 残酷的现实没有在他的祈祷中化解 那一颗颗冰冷的子弹 无情地穿透了他哥哥的身体 看着他痛苦 看着他无助 看着他倒下 纳兰宇眼前一黑 也倒了下去 他多希望 这一刻能倒在他哥哥的身边 那他就再无遗憾了 第二天 周月儿过来的时候 纳兰宇还昏死在地上 一晚上泼了两桶冷水 都没有把他给泼醒 周小姐 这个人不会死了吧 看守的人也是郁闷了 一晚上都没有把这个女人给弄醒 就跟个死人一样 周月儿给对方一个冷眼 你见过死人还有呼吸的吗 可是这么冷的天 泼了几次冷水都没有醒 继续给我泼 泼到他醒来为止 周月儿也是恼火 最大的重点还没说呢 这个纳兰宇居然昏死过去了 害得他也在这里守了一夜 冻死了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先告诉他 陆婷川就是杀他哥哥的凶手 这样的话 也不用在这里挨动了 醒了醒了醒了 这次 总算是把纳兰宇给泼醒了 纳兰宇只感觉脑袋一阵发凉 就跟从冰窖里待过一样 头又重又疼 根本抬不起来 纳兰宇 你终于醒了 周月儿走过去 蹲在纳兰宇面前 一把抓着他的头发 把他的头拽得痒起来 你怎么还在 纳兰宇有气无力地开口 这一刻 他没有愤恨 没有脾气 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他的生命 已经在他哥哥倒下的那一刻 也终止了 你就不想知道 是谁杀了你哥哥吗 一想到 马上就能看到纳兰宇 跟陆婷川相爱相杀 周月儿的面上 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意 谁 纳兰宇顿时又激动了起来 一把抓住他 眼底终于有了活人的光泽 只是神色 凌冽地叫人有些害怕 露 亭 川 周月儿一字一顿地 将三个字吐了出来 纳兰宇正主 原来 是他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喜 周月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站起身后一阵大笑 纳兰宇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脑海中 只有那张好看到 不可一世的脸庞 是他 兄弟们辛苦了 都散了吧 周月儿觉得 自己也可以回去补个教 等着看好戏了 另一边 陆婷川正在因为派出去的人 把纳兰宇给跟丢了的事发火 几个人都勾着头 心惊胆战地等待受罚 而就在这时 有人匆匆来报 陆少 纳兰宇来了 闻言 陆婷川明显一惊 他站了起来 还没等他走出去 门口 纳兰宇已经走了进来 远远看过去 陆婷川的眸色眯了眯 纳兰宇的样子不算太狼狈 但是脸色很难看 整个人看上去 精神和气色都不好 纳兰宇走近后 目光在陆婷川的面上 停留了一瞬 脑海中不断浮现 哥哥在子弹下 慌乱逃命的画面 那无助 惶恐 绝望的心理 他倒在血泊中 痛苦挣扎的样子 纳兰宇克制自己 不要再想下去 否则 他不知道自己会 做出什么事来 只有天知道 他此刻有多想 亲手杀了这个男人 不 不光是杀了他 还要将他千刀万挂 可是 他不能 不对 不是不能 是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只能凭智取 纳兰宇平静地开口 你说过可以帮我查 我哥哥的事 还算不算数 陆婷川 盯着他那双红红的眼睛 平静下 藏着让他看不透的思绪 是陌生 又不是陌生 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 从来就没有熟悉过吧 算 好 这件事 就交给你帮我查 纳兰宇倒是想知道 陆婷川 打算告诉他 一个怎样的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 对于纳兰宇而言 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需要的 是有个借口接近陆婷川 只有接近他 才能有机会对他下手 陆婷川无言 他只是多看了纳兰宇两眼 抽回目光的时候 眼底划过一丝若有所思 还有 我可以在这里接住一下吗 陆婷川抬眸看向他 谋色深了深 当然可以 纳兰小姐的房间 路上让人一直都留在那 管家适时地上前说道 多谢 那我先上去了 纳兰宇瞥了眼陆婷川 见他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便静自上了楼 管家 包括几个把纳兰宇跟丢了的人 都彻底地松了口气 总算是逃过了一发 而管家庆幸的是 纳兰小姐回来了 陆少 也不用每天都绷着一张 千年冰山的脸了 给你们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陆婷川突然开口 陆少请吩咐 去查纳兰宇 从这里离开后的所有行踪 以及发生了什么事 包括昨晚有没有见到老马 是 我们这就去 陆婷川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总觉得纳兰宇 这次回来得不太对劲 这与哪里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来 纳兰宇回到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 情绪失控 悲痛欲绝地哭了出来 一个人蜷缩在床上 就像全世界最可怜的那个人 他终于还是变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上天总是在他感恩的时候 又赏他一击 不知道哭了多久 纳兰宇的眼皮越来越重 身体越来越沉 四面八方的冷意朝他席卷过来 好像要将他冰冻住一样 迷迷糊糊中 脑海里浮现出那张梦里的面孔 只有在梦里 才能让他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 可是这次却不是温暖 是折磨 那一颗颗子弹 穿透在他哥哥身上的一幕 来来回回地在他脑海中折磨着他 他想冲上去 替哥哥挡住那些无情的子弹 可甚由他怎么跑 怎么拼命 都跑不到哥哥的身边 他挣扎着 想醒过来 想从那痛苦中解脱出来